謝謝各位 現在我們首先有請 衛生局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 梁奕浩署長 各位傳媒朋友 下午好 首先和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最新的今次我們的疫情 由6月30日零時至晚上12時 本老在24小時內 是新增66宗核酸的陽性個案 累計共有638宗核酸陽性個案 新增個案中31宗屬於社區發現 35宗屬於管控中發現 638人中包括366名女性 以及272名男性 年齡介乎於8個月至100歲 當中240人是有症狀 這位確診患者 398人暫時沒有症狀 這位無症狀感染者 在群組方面 我們暫時仍然是維持16個群組的 跟著和大家報告整體的一個 新冠肺炎的一個數據 那直至到6月30日的24時 本老累計是325宗的一個 新冠病毒肺炎的確診病例 現存是242例 累計死亡0例 累計出院是83例 累計有613例無症狀感染者 215例是境外輸入病例 398例是本地病例 路環高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 有94例確診個案 其他的輕症及無症狀感染者 在特定的醫療設施 進行隔離治療 從中高風險地區回澳人士的情況 昨天新增47人 其中澳門居民是24人 非澳門居民是23人 累計醫學觀察總數是有67132人 現證醫學觀察人數是989人 其中在酒店是963人 在衛生局的設施是26人 那流行病學調查方面 直至到今天下午的三時 我們一共累計跟進的人數 是有10449人 其中拓診病例數 陽性病例是638人 密切接觸者是1702人 非核心密切接觸者 即是共同軌跡人士 是6723人 次密切接觸者是523人 一般的接觸者是334人 陪同人員是682人 接下來有幾則的事宜 是需要跟大家做一個報告的 首先關於我們隔離治療酒店的一個安排 因為大家都非常關心 原則上我們絕對不會安排男女 在同一間房間 之前有些個別的個案 是由於名單和酒店出現了問題 已經是即時做了矯正 由於入住的人士都是陽性 都是陽性的患者 從感染控制的角度上 他們是不會增加傳染病的風險的 即是他們其實是可以兩個人 甚至乎在我們一些傳染病區 是多過陽性病例 是同一個病區 同一個病房都是可以的 看回我們澳門的一個情況 當我們的房間供應是比較緊張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辦法不安排兩個人一間房間 現時我們在來登的弘地樓 是投入使用 是用於治療我們的 用於給我們的一些輕症的患者入住 現在我們的房間是比較足夠的 暫時我們是不會安排一些不認識的人 在同一間房間的 而現時已經是和一些不認識的人 一同房間的人士 我們也正在陸續聯絡他們 讓他們選擇是否單人一個房間 又或者是和他們一個家庭一個房間 這部分的工作 我們在兩間的治療酒店裡面正在進行 另外市民都很關心到我們澳門 澳門彈A館的一個分區分風險的一個管理的情況 都想和大家趁著這裏和大家講一講 原則上我們專門用作較為高風險人士的一個分流區 就是澳門彈A區 一共分了六個區域 第一個區域是一個登記處 登記處等候區 現時其實那裏都沒有甚麼人 到現在剛才3點鐘的數據 那裏是沒有人等候的 是零人 第二個區域是輪候核酸檢測 就是那個地方會由醫護人員和市民採兩個樣本 第一個樣本就是會進行快速的抗原檢測 第二個就是做一個比較深一點的一臂煙色紙 是用來進行核酸檢測的 這是第二個區域 第三個區域就是如果一旦你的快速抗原檢測是陽性的話 就是會有一個叫做核酸結果等候區 就需要在那裏等候核酸結果 這是另一個區域 第四個區域就是一旦你已經是核酸陽性了 那你就要進入到另外一個區域就是入院等候評估區 那現時這個區域一共有19個人士在那裏等候一個評估的 這個健康的評估 umuz用意見到我們的高底公共衛生臨床中心 還有到我們的治療酒店入面進行隔離治療的 那第五個區域就是我們在A管入面叫要等候選移到治療酒店的一個區域 現時這個區域一共有90名人士在位等候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等候呢? 因为这些人士都是一些阳性的病例 当我们需要将他们从一个地方转移去另一个地方的时候 是必须要用到消防的负压救护车 去作为一个转送的 这个必须要有序地进行 现时消防局的同事都是积极地在配合 当中超过60人是会尽快转走 另外一个第六个区域 这个区域就是放在我们司管的二楼 那个地方就是给一些快速抗原结果是阴性的 但是因为它的风险较为高 我们需要它在等候它的核酸结果的区域 刚才都跟大家介绍了 这些人的风险是相对比较低 当我们发现它的风险是低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区 就是C区的一个C管的二楼是等候 要和大家介绍我们整个澳门蛋A管的一个 整个不同的一个分区分风险的一个管理的方式 那A管的范围是非常之大的 另外也是想和大家呼吁的一个事宜 就是因为如果是误报了地址 而导致他们的健康码是变为红码 或者是黄码人士的一个处理方式 近日我们都收到很多市民 就是因为他自己的健康码是误报了地址 或者他在身份证明局登记的地址 是一个不是现时的地址 而因为这个登记的地址 现时被列作为我们的红区或者是黄区 而导致他们的健康码是锁成红色或者是黄色的 那这些人士他们是可以透过我们 在抗疫专业上面的一个申诉的平台 那就是按这个平台里面的要求提供一个声明书 提供他一个有他自己本人的一个住址的住址 和他的身份证明文件上载到我们的平台上 那卫生局以前我们也是在加派人手 进行一个审核和进行一个解码的工作 那在这里再次呼吁我们所有的澳门市民 那再一次去审视一下你在澳门健康码登记的地址 究竟是不是你现时的一个地址 又或者如果你是选择了是取用身份证明局的地址的话 你都要确认一下究竟你在身份证明局登记的地址 是不是你现时的住址 如果不确定的话 建议大家都是直接在澳门健康码上面 选用你登记你现时的一个地址 那就避免一旦因为你误报地址 当这个区域变成是红马区 或者是黄马区的时候 你的健康码会变成一个红色或者黄色 对生活上都会带来一个不便的 那另外一个事宜 亦想跟大家做一个宣布 就是我们将会加强我们社区的核酸站人流的一个管控措施的 我们发现有部分的社区核酸站人流是比较多的 容易造成人流的一个聚集 为了加强我们核酸站的人流管理 对于多次出现秩序混乱的站点 我们是会进行一个重整和优化的 具体稍后会向大家公布具体的一个情况 另外再跟大家呼吁的一个事项 就是马上现在都打风了 马上有可能会挂百号风球 再次呼吁我们的市民在台风期间留在家 避免外出 一来是可以减少发生意外 第二更重要就是可以有助减少疾病的传播风险 市民留在家里的时间也要按照我们 昨日公布的一个要求 在今天和明天两天进行一个 发出抗原的一个检测 并且将结果上载到 我们的抗原检测结果的申报平台那里 有助于我们及早去发现一些感染者 最后一个事项就是大家都关心到 我们是否需要国家来支援我们 我们目前正在分析我们一些相关的 一个疫情的数据 研究我们下一步的一个抗疫的工作部署 包括去研判究竟我们是否需要进行 多次的全民核酸的检测 为了这件事我们目前正是和内地 是保持一个密切的沟通的部分的人员 亦都是来到澳门去考察 以及进行一些预备的工作 在落实具体安排之后 我们将会对外作出一个公布的 那么今天要公布的事项是这么多 麻烦 谢谢 谢谢您处长 接着下来我们有请旅游局男同好处长 各位传媒朋友大家好 今天在酒店做医学观察的人士 有2631人 在一般医学观察酒店 有2167人 在专门医学观察酒店 有464人 总数当中包括1699名的澳门居民 216名外雇 和716名的旅客 旅游局回报到这里 麻烦 谢谢南处长 最后我们有请治安警察局 马超雄处长 各位传媒朋友 下午5号 现象各位报告自安警察局 防疫工作的整体情况 昨日出入境方面 6月30日 全澳各口岸的出入境总数 约2600人次 比前一日是增加百分之22.3 当中各口岸入境约1200人次 其中澳门居民约480人次 对比前一日是增加百分之1.3 旅客 约490人次 增加百分之60.6 内地雇员约160人次 增加百分之23.4 出境方面 1,400人次 其中澳门居民约510人次 对比前一日是减少百分之0.8 旅客约440人次 增加百分之16.2 内地雇员约340人次 增加百分之82.2 整体上各口岸秩序良好 一切正常 另外到目前为止 按应变协调中心的要求 仍然维持18个红马区 在昨日是新增了 荷兰元宜马路的天福大厦 河边新街的麗香大厦 马交石街的南环新村第五座 以及骑士马路的康泰流 现时各个鸿马区里面的秩序都是良好 今天各个核酸检查站 和两个流动的核酸检查车的秩序 都是良好一切正常 治安警会报到这里 谢谢 谢谢各位 请问各位政府代表还没有补充 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开始进入传媒提问环节 请各位传媒提问之前 先报你的所属机构 而每次提问最多是两条问题 如果是多个两条的话 欢迎各位记者 可以在第二轮提问环节 继续发问 多谢各位合作 现在有请这边这位记者 五安奥广司记者 想问一下 快速抗原测试 其实都做了几次 其实至今 申报阳性的个案当中 有多少是属于假阳性呢 以及根据这个快测的结果 当局有没有计划是 可能是台风之后 再开展这个全民核检的计划 另外就是有多少人 是因为没有申报这个快测的结果 可以被转为皇马 当中有多少是长者 多个会不会都会支援 这些人士呢 而第二条问题就是 昨天就新增的阳性个案 就有66宗 那其实当局 当局以分析来说 其实疫情 是不是开始有回落的迹象 那按照现在目前的情况 那政府公共部门 下个星期 会不会继续关闭 还是都会维持一个 有限度的服务呢 谢谢 多谢记者朋友的一个提问 那首先你是关心到 我们快速抗原的一个检测 那我手头上的一个数字 那就在昨日全日呢 那我们其实一共上载结果的人次 是有630,481人的 那其中我们一共发现 真阳性的一个图片的人士 是有35人 35人 其中属于社会面 社区上发现的 是有22人 在管控中 就是这些人士 它本身都已经在我们的隔壁医科观察 酒店里面 一共有13人 那今天下午 到目前15点 我们一共呢 是有423,178名人士 已经是上传了一个人次 一共上传了这个抗原的结果的了 那其中呢 一共有22人 是显示的 结果是阳性的 那15人是属于社区 这样可以发现一些阳性的病例 那当然了 我们都多次强调 抗原检测 是有它的优点 但是一定是有它的缺点的 否则呢 我们就不会选用核酸 核酸检测 就会用这个抗原检测 那它又便宜些 又可以自己做 但是它有它不足的地方 就是有一个假阳性的情况 那记者朋友 关心到究竟有多少假阳性呢 那因为 涉及到里面上载的人数 里面有些是重复上载 就是它今天上载完 它明天又再上载 我们还在核实着它 究竟最后那个核酸的结果 有多少阳性的时候 它的核酸结果是最后是阴性 又或者它的核酸结果 最终是变成阳性 因为我数据 我们在做一个分析的 但是无论如何 怎样都好 市民一定要是明白 快速抗原检测 是帮助我们去发现一些阳性的病例 而且一边 当你发现你阳性的时候 绝大部分都是真的阳性 但是会有小部分 是一个假的阳性 那怎样判断真的阳性 或者假的阳性呢 必定是要透过 我们进一步的一个核酸检测 才可以分辨到的 那市民呢 当你发现你是抗原阳性的时候 尽快要打电话 给我们的消防 还有要将你的图片 上载到我们的抗原结果申报平台 我们的同事呢 会是很快地去联络你 帮你安排进一步的一个 检查的一个工作的 那另外记者朋友 关心到就是究竟到目前为止 有多少人因为是没有上载到抗原 而变成皇马的 那我手头上同事给我的数据呢 去到下午三点呢 一共有7331人 是因为这样是锁了皇马的 那其中呢 大于等于65岁的人士呢 有1828人的 那我们可以见到呢 其实里面都相当多的 那些年轻的人士呢 都没有上载的 那我们在这里再呼吁他们 尽快去进行一个 上载的一个工作 那另外记者朋友就是 关心到我们昨日公布的 新增数字呢 是66宗 那也都是见到呢 我们当中呢 相当一部分的数 就是确诊人士呢 都是属于管控中的发言的 那有30 35宗是管控中发言 是31宗是社区发言 那这个数字呢 其实是 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挺好的数字 起码数字 没有突然间是再上升 而且是当中 也是有比较多的一个管控 那但是究竟是不是就等于 我们的疫情 已经是有一个拐点向下呢 现时不敢说 我们仍然是要 再通过一些数据 再看多一两天 究竟那个数据是 会不会再升 还是大部分的病人 我都在我们的医学观察酒店里面 发现呢 那这个我们还要再做一步 做一个研判的 那究竟我们下星期 那个政府部门 会不会是继续关闭呢 那我相信 我们文房中心 或者我们行政企公职局那裡 是会在稍后的时间 会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公布的 那今天的回应是这么多 谢谢 下一位 这边这位记者朋友 其实有两个问题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收到一些博彩员工的反应 博监局呢 昨天跟博企就开了个会 希望他们因为疫情的关系 希望他们减少上班的人次去到10% 想问一下这个方法 这个措施 那当局 知不知道 可不可以具体说一下 是什么措施呢 那另一样东西呢 就是因为都很多企业的 很多雇员的反应 有些确认的雇员 是公司要求他们拿年价去 或者年价或者没有新价 因为确认给隔壁的时间有点长 但问题就是 新冠肺炎是一个病 不是应该用病假的吗 就是想问一下当局 怎样看这件事呢 因为很多企业都要求 确认或者隔壁的员工去用 年价或者没有新价去代替的 那想看下当局 怎样看放假这件事 谢谢 多谢记者朋友的一个提问 那就关于博企那里 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政府 就是行政企公职局 作为一个管理所有公务员的 一个政府部门 都是作一个带头的作用 暂停我们的一些 非紧急的一个部门的一个运作 目的都是希望 减少我们人员的流动 令到我们最大限度 减少我们疾病的一个传播的风险 我们也是很欢迎不同行业 不同的企业和机构 都是向应政府的一个措施 尽量地可以令到我们所有员工 如果是可以在家办公 甚至乎是暂停办公的话 这个都是对于我们防疫 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 因为博企 即博监局的同事 今天不是在 我具体不太知道他们讨论的内容 但我相信这个方向 都是跟我们特区政府整体 在减少人员流动 减少疾病传播这个方向是一致的 而记者朋友是关心到 关于雇员如果是感染了疾病之后 他究竟是有身价还是没有身价 在我们传染病防治法里面 它有规范公职人员 是不可以因为感染了 即如果公职人员是感染了 这个传染病住院的话 这个是属于叫做 什么假期 即是合理缺勤 但是至于其他的私人的企业 我相信劳工法里面 亦都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 或者稍后可能劳工局的同事 劳工局的部门 亦都可以提供相关的资讯给大家 下一位 这边最后的记者朋友 梁处长 夏五号 是浦文报纸据好报的记者 刚才梁处长提到 其实我们现在仍然都没有办法 放弃核酸 都仍然核酸和抗原 都要同时并行 我就想问一下 政府有没有考虑过 其实当 目前当各个各个核酸政策 急于去找出所有的确认者 其实会不会反而变相 将健康的市民 甚至是弱势的长者或者儿童 放在一个更高的风险当中 因为其实我们都有见到 其实现在的个案都不断上升 其实医疗的资源 人手都有限 其实很多地方 例如说 不说昨天北区的核酸站 失控的事件 例如说一些 澳门弹或者山顶 其实很多一些十合一的福检的地方 其实很多市民都要被迫安置 在一个封闭的场所里面 超过十几个小时 据我所知 其实有些个案 甚至是在福检的时候 拿到是阴性的 然后回去之后 变成阳性 所以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很大程度地估计 可能在等候核酸的过程中 可能也都会因此而感染到 所以就想知道 现在其实政府 现在都派出很多 派出的抗原给市民 其实现在在这个人手 不是很足够 以及医疗的资源不是很足够的时候 其实有没有办法 在短期之内 其实用抗原来代替核酸 而避免去减少医护人员的压力 以及令到市民的风险增加 是 多谢记者朋友一个提问 就是究竟 我想你的问题主要就是说 可不可以用抗原 替代一个核酸的检测 简单说 只是做抗原检测 不做核酸检测 那现在 你们看回 我们今天是第三天的全澳门的抗原检测日 其实我们也是在用一些这样的方法去进行 但是大家要明白 抗原检测它的缺点 除了它有假阳性之外 它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它的敏感性不够高 即是它发现病人的能力是低的 即是它只可以发现到 当你传染性很强 病毒量很高的时候 它才可以发现 当你病毒量不是很高的时候 发出抗原是发现不到的 如果我们只是选用发出抗原 作为我们的一个防疫的手段的话 我们就要接受 社区上仍然是有一些人 它有传染性在我们社区里 而是透过发出抗原检测是发现不到的 那结果就是会令到 其实这个疾病是一直在传播的 是没有办法去 就是没有办法清除所有的病例 那这个是达不到我们社会面清零 又或者是整体清零的一个目标 那这个病毒是一直在传播 那我说回我们今次澳门 现时流行中 即今次一波疫情流行中的这个病毒 是Omicron.5.1 那它的病毒 这个病毒 应该是过往的病毒比起来 是一个潜伏期 相对是较短的一个疾病 它的传播速度非常之快 那根据我们现时的判断 大概它的传染 潜伏期 大概是一天半到两天左右的一个潜伏期 而且因为这个病毒 它是比较是 那个病毒我们叫事业肺 比较喜欢侵袭我们的下呼吸度 很多的病人 它是比较容易出现症状的 那刚才的数据给大家提到 在我们现时的638名的病人里面 其中有240人是有症状的 比例很高 398人没有症状 而且在我们里面 看回很多的市民 都是有一个发烧的 高烧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疾病 它可能会引起我们比较多人 出现一个肺炎的一个状况 我们不可以当它是一个普通流感 或者当它是一个普通感冒 继续让它在我们社区做一个传播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更加有效的一个手段 目的是希望阻断它在我们社区上面的一个传播 这样才可以减少到我们以后 在社区里面有大量的病例出现 甚至乎是出现大量的一个死亡的个案 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一个核酸的一个检测 去令到我们更加快地去发现一些病例的 而记者朋友有关 实际关心到就是说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一些地方 要我们去做核酸检测 而导致到人流的聚集 又或者去到我们的A管做等候的时候 会不会加大了这个传染的风险呢 那这些因素我们都是有考虑到的 我们也是正正刚才都跟大家介绍 在我们的各个区域里面呢 我们都是加强了这个分风险分区的一个管理 目的都是减少这个风险 那更加重要呢 我们现时是结合了我们快速抗原 这个检测的方法 我们要求我们所有的市民去参与 全民核酸检测之前呢 你一定先要做一个快速抗原检测 如果你快速抗原检测是阳性的话呢 你和你的家人呢 全部都要留在家呢 等候我们进一步的一个安排 那这个目的呢 就是希望将一些传染性高 病毒量高的市民呢 先排先发现先 那就避免他们再去到一些人多的地方 例如我们核酸检测站 去引起一个传播的 那这个是我们一个 现时的一个做法 那另外刚才记者朋友有点提到 就说有些人 刚刚检测完阴性 之后就阳性了 会不会就在我们某些地方感染呢 这样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误解 但是呢 我们其实在过往里面 一直都是跟大家讲 我们每一次做抗原检测 每一次做核酸检测 只是代表你那一刻的状况 其实是马上可以 就是很短时间里面就可以变化 那正如昨天我想 社工局同时也有讲到 我们现时在母亲会里面 我们帮一些 母亲会里面的一些长者 工作人员去进行一个核酸检测 我们一天进行两次的检测 在上周和下周的结果 都是可以不同的 这个疾病的潜伏期就是这样 就是你上周检测你是阴性 下周你可能就是阳性 那这个绝对不是就刚才说 因为去过某个地方 当然不可以排除这个可能性 去过某个地方之后就感染 有这个可能性 只要我们在社区活动 我们就有感染的风险 但是更大的可能性 只不过是你检测那一刻 你是处于一个疾病的潜伏期 又或者你的病毒量是比较低 检测不到 在随后的检测里面 就会发现到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必须要 是经过多次一个检测 才可以是排除一个感染的风险 谢谢 现在请对面那边 各位中间 各位类记者 谢谢 辛苦了 梁处长和各位代表 想问回 刚刚提到 会考虑 国家支援澳门的抗疫 因为其实收到消息 你刚刚也提到 他们来澳门 考察和预备工作 其实根据现在的情况 是有没有什么时候 他们会开始 帮忙前线医护 他们人员的工作呢 还有根据预案 他们只是负责採养 还是山顶急诊 或者是高顶隔离病床 或者是荒仓那些都会帮忙 另外就是有消息说 金沙四季名店 都有四个不同店铺 再新增四个不同店铺的保安是确诊的 就想问回是否有这样的事 还有如果是比较多的人确诊 金沙四季名店 会不会变成熊马区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的控制 或者是封控措施 有管理措施 还有可不可以更新 今天暂时最新增的阳性个案 请问是哪个基础 方黄韦 谢谢 好的 多谢记者朋友的提问 首先回答你最关心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 我们新增初步阳性的数量是23人 另外你第二个关心就是 我们四季名店那边 是不是有多了一些病例 其实我们各个群组的病例 都是有增加的 但是我们找到一个关联 它就不一定是 跟那个四季名店有关 它是可能是跟不同的人士 好像四季名店那裡 也是跟一些清洁 保安不同的公司是有关的 这部分我们都会按照 我们现时流行病学的调查 会对相应的人员 进行一个医学观察的管理 如果相应的一个 我们发现 如果我们发现是相应的一个场所 有传播的话 例如好像一些大厦有传播的话 那我们都会作出一个 通控的一个管理 另外记者朋友 关心到就是国家支援的部分 那其实国家的人员 昨天也是有来到澳门 是跟我们一起去做一个 疫情的一个分析讨论 那具体究竟会对我们澳门 提出有些什么的支援 会是根据我们讨论之后 我们下一步的一个 整体的防控的一个部署 究竟是要加强某一个环节 那我们才会再决定 人员的一个安排 那暂时没有记者 刚才朋友关心到 究竟是去帮我们做核酸 还是去到我们的A管 帮我们做诊治等等 那现时没有一个具体方案 那等有定案之后 我们一定会 是向大家作出一个公布 谢谢下一位 对面那边第二行那位记者 你好TVB那边的记者 想问其实我们的疫情 自19号开始 爆发到现在 差不多半个月 但是现在每一天 都有新增的案例 对了 我想问回当局 其实会不会有更加严 和新的措施呢 因为其实到现在 很多市民都开始抗疫疲劳 那和其实昨天 我们的特首 也都去了香港 和领导人见面 我想看看 其实特首那边 会不会说 已经收到一些新的指示呢 说 和现在其实内地的人 过来帮澳门 是不是就是 昨天 国家领导人 和特首讲新的指示呢 那到底什么时候 才会是确定到 他真的会来澳门 来真正的去帮我们呢 麻烦你 是从核酸检测方面 要去加强 还是从我们流行病库 调查 甚至乎我们的病人构置 又或者是其他方面 要去一个加强 我相信 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整体的方案 是会向大家作出一个公布的 反而记者朋友刚才说到 一个抗疫的疲劳 我们都发现到 因为疫情到现在 其实由6月18日 傍晚晚上开始 我们就出现一些个案 到现在其实都是有 十多天的一个日子 市民里面可能都会觉得 有些疲劳 或者不耐烦的一个情况 但是都是在这里 再次呼吁大家 我们看看 鄰近不同地方的一个经验 或者我们内地不同省市的经验 只要我们是积极地配合 一个特区政府的一个措施 看看我们澳门 现时的一个疫情的状况 我们是有信心 有能力 亦都希望可以在短期内 尽快是可以控制到疫情的 谢谢 下一位 这边这位最尾的那位记者 你好 澳门电台记者 因为我们都收到听众反应 在华临深合区那边 由小区被封控了之后 他们未能够转马 成功回到澳门 还有也有不少的 和澳门居民 都是因为这个问题回不来的 想问一下政府 有没有就 帮这些本澳居民 回到澳门方面 有没有一些处理的方法 还有也想问一下 其实现在本澳 皇马区里面 总共有多少个人呢 因为局方日前 都推出一个安排 就是说是 去到7月2号 包括增加了一些核检站 和一些流动车的 但是其实好像现在 皇马区的大厦都多了 会不会都 相关的人都可能多了 会不会考虑 将这些相关的安排延长 或者再增加一些核检点 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因为局方 昨天有说 在全民核检豁免 在幼童方面 红马区那些幼童 可能未必豁免到 在黄马区那方面 那些幼童 又是 是不是都是这样呢 麻烦 多谢记者朋友的提问 你刚才提到李国雄 在这个 横琴森核区的地方 就是他转不到马的问题 根据我们所知 横琴森核区 他现在应该不是这个管控区 和防范区的 或者具体的情况 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记者朋友 你收入到这个情况 究竟是怎样 但是如果他 是经在豬澳口岸入境的话 他只需要 持48小时的有效核酸结果 就可以入境了 但是如果记者朋友 你有多些详细的资讯的话 或者可以提供给我们 看看究竟是 因爲什麽原因 因为你现在 这个资讯比较少些 我可能未必答到你 这个问题 麻烦你 多谢记者朋友的提问 那现时 按我们的统计数字 在鸿马区的人士 一共有4459人 在鸿马区的人士 有21215人 那我们其实是实时地 根据鸿马区的人士的数量 去调整我们不同 核酸检测点的一个名额 和加开一些核酸点的 同时我们也都有 两部的核酸检测的流动车 是去到不同的区域 那我们当然 我要看我们 黄区在哪里是需要 即是黄马区 哪里是多些 我们的车是开去哪里 那我们也是 会因应这个 这个需求去调整 和增加我们的核酸检测 压的 那现时看回 那个需求 都是可以符合到的 另外记者朋友 关心到就是 黄区的小朋友 可不可以豁免 不做这个核酸检测 那其实那个原理 这个道理 和红区一样 为什么这个地方 会裂成红区 或者裂成黄区 就代表这个地方 可能它有一个 订阅的一个 传播的一个风险 那里面的人 其实都有一个 被感染的一个风险 那所以 无论里面的人 的任何一个年龄 我们都是要求他们 要进行一个 核酸的检测 目的主要是 是及早发现了 他的一个感染状况 可以尽早去做到一个 及时一个治疗 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是最重要的 那第二步重要的 就是我们及早 将他的一些接触者 一些有被感染风险的人 尽早作出一个管控 谢谢 下一位 这边这位记者 你好 TDM泡文记者 那今早有市民去到政府部门 例如好像卫生中心那样 反映说是被要求出示 在健康码当日的 快速抗原检测的陰性证明 那想了解一下 现在进入政府部门 或者是其他昨天 当局是 记者会介绍的公共地方 是只是需要出示健康码 还是都要快速检测的证明呢 那第二个问题是 香港预计在第三季 第三季会引入 针对Omicron的疫苗 那澳门这边 会不会都有订购的这个计划呢 麻烦 多谢记者朋友的一个提问 那关于是否是需要出示一些 核酸的检测证明 又或者是抗原的证明呢 那在我们的指引里面 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范的 应该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要求 但是我们是要求所有人士 去到一个政府的公共部门里面 是必需要出示一个健康码 给大家识别它那个风险的 那因为正值这两天 其实就是全民的一个抗原检测日 那我相信卫生中心是要求 我们的市民都提醒它 已经是做了一个快速抗原的检测了 那我相信就算它是没有一个抗原检测 它们应该会提供一个检测包 给它检测 然后才进入这个场所 那这个目的呢 都是减少我们在医疗机构里面 出现一个疾病传播的一个风险 那这是一个加强措施 那这个是没有妨碍到 就是对我们卫生局指引的一个 一个执行的一个情况 那记者朋友 关心到就是疫苗的一个采购 那我们其实都事实上 是关注着全球的一个 疫苗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都多次跟大家讲了 只要在科学上 科学数据上面 那个疫苗是有效的 那更加重要的是 它是安全的 拿到一些安全的数据 我们特区政府 一定是努力地把它引进 及早是给到我们市民 有最好的一个疫苗 又或者最好的一个养物 记者有补充 因为刚刚讲到说 可能没有一个特别的规范 这样的市民到底是 需不需要出事呢 因为不同的地方 例如公共部门 或者是一些超市 比较大型的购物中心 那是需不需要出事呢 麻烦 多谢记者朋友的一个 補充提文 在我们的指引里面 大家都可以详细看的 我们是要求所有的 如果是一些服务使用者 他们是一定要出示 他们的澳门健康码 我们会鼓励他们 用我们的行程记录 至于其他的要求 是按主管实体 对于他场所的管理 可以提出更高的一个要求 这个在我们的指引里面 都是有明确的规范的 那现时在我们 卫生局的一些机构 包括我们人白出综合医院 和我们的卫生中心 现时我们是要求出示 一个抗原的一个检测 主要原因就是大家都明白 在我们医院里面的病人 都是一些最脆弱的人群 如果一旦病毒去到我们的医院里面 很容易会引起医院里面的 一个院内的一个爆发 所以这部分我们必定 是要非常之严谨 那同样去到我们 卫生中心里面去诊治的病人 很多都是一些老药苦润 那我们也是要尽办法地 减少一些有可能带着病毒的人 去到我们的一个医疗机构 所以我们现时是采取了 一些这样的一个措施 是希望我们的市民 都是进行一个快速抗原的检测 也是配合特区政府 这两天的全民抗原检测日 是要求大家要出示 一个抗原检测的一个记录 谢谢下一位对面 Main 2行的位记者 大家好,论队媒体 想问回刚才梁医生也说 需要中央那边 现在专家在视察澳门的状况 其实昨天梁医生也说 澳门有可以应付6,000个案件 现在澳门暂时只有六百多个 就需要国家出手 澳门这边没有什么信心 还是澳门这边的医护 甚至整个后备人员都已经 就是不是状况之内呢 就是可不可以说一下局方 或者当局觉得国家需要出手 的理由是什么呢 还有呢 其实我们都收到市民反应 现在生定的急层很混乱 就是甚至是医护人员觉得 就是现在局方的安排 是将他们的生命 注射这个危险当中 其实可不可以说一下 现在生定急层的状况呢 就是其实因为医护系统 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如果他们是有些什么崩溃 对整个社会都很大危害 可不可以请你们再说一说 生定的急层现在的状况 麻烦你 多谢记者朋友一个提问 提问就是关于到国家来支援 我们是否代表我们 是否在澳门好不行呢 其实大家都看回我们在过往 我们已经做了几轮的一个 全民核酸的检测 其实整体的运作是一次比一次是昌顺的 无论我们的医疗的工作人员 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前线的义工等等 不同的老师等等 我们整个工作的契合度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流畅的 我想市民自己去参与一个全民核酸检测的时候 应该都是感受到的 要国家的支援不代表我们澳门的能力不足 国家希望可以 是不是有需要可以帮助到我们澳门 就是大家好像一家人那样 有什么事呢 是一起互相帮助是一个这样的作用 而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们会因应我们澳门的一个疫情 进一步去研判 究竟我们下一步是需要一些什么的措施 去加强我们现时的一个防疫的一个工作 另外记者朋友呢 关心到我们急诊 山顶医院急诊的一个工作的安排 而是我们山顶医院 如果我们讲山顶医院 我们有急诊我们分了两个区域的 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急诊 那就是诊治一些一般的病人 那另外一个急诊呢 叫特别急诊 因为特别急诊呢 是专门是给一些有感染风险 特别高的人 例如 他是有一些明确的外游士 有一些明确的新冠病人的一个接触士 有发高烧等等的症状的人 就会去到这个特别急诊度 那我们会是常规地 会帮他们进行一个核酸的一个检测 并且是需要等候一个核酸的一个结果 那是有一个分区 那记者朋友关心到急诊的一个运作 那我们普通急诊的运作 其实是一直都是这样运作的 没有什么不同的 所有的市民 骨折啊 心脏病啊 那我们的医会是这样去安排 那他们有他们的一个耕牌去轮流工作 至于我们的特别急诊 因为那个地方 风险是相对是比较高一些 现在我们也是采取一个闭环的方式 是去作为一个管理的 也是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 是要加强一个核酸的检测 作为一个重点的工作人员 这样定期进行一个核酸检测 我们也是会注意到 因为最近一些病人的数量 可能是会增加了 那我们也会增加那个支援 人手的支援这部分的工作 那多谢记者朋友关心 下一位 这边这位中间这位女记者 你好 奥港斯记者 那想追问刚才那个内地支援团队 那其实他是不是为了开展 下一轮的全民核检做准备呢 那都想问回 现时有机会挂爆风头 那当局会怎样去照顾 黄马区的居民生活需求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想问回 现时有部分的长者 或者一些长期的病患 他去山顶医院复训开药 那其实他们都有一些 不可以停药的情况 那政府是何时会公布 2号之后的一些复训的安排呢 那也有疫情期间 往返主要有困难居住 在大湾区的一些长期病患者 他们怎样去挪药 谢谢 多谢记者朋友的一个提问 那就是关心到我们一些 如果我们下个星期 是医院继续是不运作的话 一些人士那个用药的安排 那这部分 我们如果是特区政府是宣布了 下星期公务人员继续是 一些非紧急部门继续是 暂停工作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统一的一个 新闻稿的发放 会告知大家那个门趁的一个 安排的一个情况 那黄马区生活稍微 我补充一下 刚才记者朋友提到的 可能是关于黄马区的人员的生活 黄马区以我所知 应该是没有做封控的 但如果是对于黄马区的话 那因应现在这个 黄马区这个强烈二大风暴 它影响澳门 现在澳门在悬架 这个三号风球 未来也有可能 会悬架爆风球 都不定 那看起床局的预测 那其实现在 那个卫生资源小组 都已经是提前 派发了他们的 那个卫生的支援包 和他们的菜 和冻肉包 那提前 给他们做准备 那卫生资源小组 会看回天气的情况 那也都会 切走一些可能会容易吹走的 例如是帐篷等等的物品 那另外一方面 那对于那些 鸿马大厦的 一些接收亲友 转达的一些物资 这个服务 已经暂停了 那对于鸿马区里面 如果那些市民 有些什么 真的紧急需要的话 可以和这个 卫生资源小组 市政署 或者是这个 社工局的 那个热线 可以联系他们 那至于刚才你提到的 那个药卫 那个刚刚才的 因为医生已经回答了给你 谢谢 補充 这个准备的工作 那如果有一个 详细的情况 我们会再向大家 作出一个公布 谢谢 下一位 对面那边 最后的记者 谢谢 谢谢 奥鸿日报 那想问回 刚刚才医护工作量 那个问题 那其实我们都收到 一些公立医院 急症室的医护反映 那就说 有一天收到通知 是要 是要 有一天收到通知 就是说 要收一个确诊的病患 去进行急救的 那但是他们完成了急救之后 就想将这一位 确诊的病患转移 去到隔离病房的时候 那隔离病房 就跟急症室的医护说 不收确诊 只是收红马 那结果这一名 确诊的患者 就在这个急症室 足足逗留了 整十个小时的 那其实虽然 刚刚处长都一直提 就是强调说 会有分 就是一般急症 和特别急症 那但是其实 他们的设备 都是没有隔离病房 那么标准的隔离装置的 那其实如果一个 确诊病患 今次又是一个 空气传播力 又强的病毒 那其实为什么 可以一个确诊患者 在这些那么没有 标准隔离装置的 急症室里面 逗留那么长时间呢 那其实怎么可以 确保到前线医护 和在急症室里面 那其实是 那这些病患呢 那其实现在 和都多了很多 就是 小朋友 就是零岁以下 甚至几个月的 婴幼儿 和一些一百岁的 长者 确诊者 那其实他们要 转移去到这些急症室 做急症的时候 急救的时候 那其实 是不是堆在急症室里面呢 那前线急症室的医护 可不可以 附和到那么大量的病患呢 那第三 最重要的 其实一直 前线医护都有 有和记者反映很多问题 那其实他们有没有一个 直接小小的渠道 可以和你们 就是反映 他们的一些工作压力 或者一些情况呢 谢谢 多谢记者朋友的一个提问 再次和你解释一下 我们的一个急症的一个分工 那普通急症呢 就是大家平时看伤风感冒 啊 胃痛啊 那个地方叫急症 那我们的特别急症呢 是一个负压的一个急症来的 它里面是符合一个传染病管理的一个地方 那相信刚才记者朋友说的一个 一个 一个确诊患人 患者的一个抢救呢 那应该是在我们的特别急症里面 是进行的 那至于转上去那个隔离病房那部分的工作呢 那应该是我们 我们的医院呢 山顶医院现时呢 也都是在我们里面有部分的流程呢 专门是被一些有较高风险 甚至是一些确诊患者呢 是用来收治的病房的 那大家如果没有忘记 我们以前 没启用我们的高顶公共卫生林床中心的时候呢 我们一些禽流感的病人呢 也都会是在我们山顶医院的隔离病房里面去收治的 那这个是我们医院里面的一个不同的 病房的一个设置 那记者朋友 第二个关心到的问题呢 就是病人会不会增加了前线的一个压力呢 那一定会的 病人现在一定是增加了 大家会看到我们每天几十例的一个新增 那对于我们的医疗来说 肯定是一个工作量一个增加 但是这个在我们的与案里面 那我们也是作出了一个准备的工作 包括从不同的部门里面 是抽调人手去应对这部分的工作 那现在我们的病人呢 亦都是分流了部分 大部分是分流了去我们的A管那里 那里呢 是作为一个诊治的 那我们的普通的一个急诊呢 仍然是收治一般的一些病人 如果是一些家居的 他有一些特别的风险的人士 如果他有不息的话 是会送到我们的特别急诊 如果是通过我们流行病学调查 发现的一些阳性病例 又或者是一些高风险人群呢 就会分流到A管的 那这是我们现时 希望增加多一个比较大型的地方 去分流我们的一个病人 同时呢 我们亦都是调配不同部门的一个人手 去支援这部分的一个工作的 那另外记者朋友 最后一个关心的问题 我忘记了 前线医务 前线医务 会不会有一个比较直接一些渠道 可以和你们反映回他们的情况 明白了 我也会将你这个意见 反映回我们的医院那部分 但是相信其实我们现时 每一个部门肯定都是有 它一个可以反映的渠道 包括他们每个人 都会有他们的一个主管 也都会有他们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部门的 负责的体系的一个领导 是可以有渠道给他们反映的 据我知道 其实我们自从2020年开始有疫情 我们其实无论是卫生局也好 或者我们人败综合医院里面 都建立了很多的一些群组 包括是所有 包括我们所有 前线工作人员的一些群组里面 都是可以给他们 将他们的一些想法 或者他们的一些意见 是反映到 去给我们不同的一些主管 又或者是领导方面的 那我们都是欢迎回 我们的前线的同事 如果有些什么的困难 或者有些什么的意见 是随时可以向我们反映的 那我们都是会听取大家的意见 一起去调整我们的一个工作 谢谢 谢谢 下一位 请问有没有没有提问过的记者朋友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第二轮的 现在是对面那边的各位 谢谢 谢谢 鳌鸵卫视 是想问 刚刚提到说 就是会评估 金沙四季名店 那个群组 是不是同一个群组 再考虑封不封控 因为之前都说过 那个上浦经 那个婚姻群组 因为那些人都走了 所以就不用封 那如果好像四季名店 这种case 那些客人或者是那些 员工就放工走了 那现在又会不会封的呢 因为 现在新增的一些 红马和黄马区 好像是不会封一些 餐厅 或者是商铺 这些地方 好像主要分住宅为住的 所以就想问一下 那类似金沙四季名店 这些是会怎样操作 另外呢 是想问回后环街 长者中心 是不是今天又有人确诊 因为呢 现在就见到 似乎是每天都有新增 一个确诊数字 那本身那里的 那个长者是五十多人 那如果是 越来越多人感染 那他们一直困在里面 会不会变成一个困兽斗 那样 就是可能他们真是 互相等 互相传染 然后全部中了 再一个一个 送出来 就是一个一个 再逐漸逐漸 确诊 然后再送出来 那就是其实 因为都是那个话题 就是 现在医疗 无论是硬件 软件 全部都是爆煲的 那怎样算呢 现在对于这个 这个 长者中心 仍然是实 就是这个确诊 有确诊 有人确诊的长者中心 继续实施这种 闭环管理 会不会对这些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 长者来说 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昨天都有一个 是一百岁确诊 那他现在的 身体状况如何 另一个都是一个 卫生 提问都差不多 或者可能再等 下一回合再问 麻烦 多谢记者朋友的一个提问 那就关心到 四季名店那边的一个处理 或者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封一些 红区或者是黄区 那我们呢 现时红区的定义 就是在一幢大厦里面 出现了两个 或者以上的家庭 那为什么会 这个风险 其实是判断它里面 可能在大厦里面 出现了一个传播的风险 但是我们是没有办法 把整座大厦的市民搬走 因为大家可以 可以想一想 这个整个运作是非常之 複杂 亦都非常之困难 市民应该也是不愿意 离开自己的家 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我们也是参考了 内地一些很好的经验 通过一个分区分级 精进防控的方法 透过一些风控区去做一个管理 包括中间是做多次的一个核酸的检测 抗原的检测去尽做发现病例的 那现时我们的风控的原则 都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发现的地方 是一个疾病的传播 而且那些人必须 要继续留在那里的话 我们会将它作出一个风控的 刚才记者朋友说的 我们主要是以一个住宅为一个单位 因为它必须要留在那里 而刚才你说到的其他一些场所 因为我们已经将这些 所有的一个风险的工作人员 有关联的风险工作人员 全部已经是管控了 那当然我们都会再去观察 究竟这个传播 是不是因为这个环境里面 一个特定的原因 导致到它持续是传播 那这部分 如果是的 我们都会将这个场所是关闭的 但是如果只不过它的传播 是因为人的原因 我们会将人去作出一个管控 那另外记者朋友 关心到就是下環街 母亲会的一个情况 那在昨日是增增了 一名的工作人员 和一名的院友是感染的 那刚才我也有略略 跟大家介绍这件事 我们对于一些封闭管理的 一个院舍里面的一个跟进 特别是一些出现有个案的地方 那我们是通过一个频密的 多频次的一个核酸检测 目的是将这些这样的感染者 是尽早发现的 那我们现时 发现用这个方法 都是可以很早期地 发现到一些病例 那我们看到这些病例 通常我们发现它的时候 它的病毒量 都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传染性是比较低 那我们仍然在用这个方法 尽量希望可以将里面 所有有传染风险的人 都是拿走的 那记者朋友 有一个意见就是说 究竟会不会是将院舍里面 所有的这些院友搬出来 效果会不会更加好呢 大家要明白 我们院舍的一个服务使用者 很多时候他们是一些服务要求 就是服务生活依赖性很高的人士 他们你看回我们下環母亲会 这个院舍 我们社工局的同事也有介绍 他们的院友是五十多人 但是他的工作人员是七十多人 就是他基本上是要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手 是进行一个照护的 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是一些照护 需求那么高的人 转到我们的一个医疗机构的话 会肯定是会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医疗 照护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要平衡究竟那个优点和缺点 那现时我们也都是有一个手段 有一个方法 早早地我们社工局的同事 就是已经啟动了一个闭环的一个管理方式 目的就是希望 就是将病毒和这个院舍分隔 减少染色里面的疾病的传播风险 那我们现时仍然都是按照 经过不同地方的一个经验 那我们相信这个方法仍然是有效的 那我们会按这个方法继续做 持续根据真实的一个情况 去调整我们一个措施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100岁的那个长者的状况 那个长者的状况挺好的 他没有发烧 一般情况都OK的 那现时是我们高顶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那里进行的一个治疗 下一位对面第一行那位记者 梁医生 麻烦 静步 刚才听到你说一句 就是叫中央来到 不代表澳门人力不足 就是能力不足的问题 但是这一两天 就是行家都用了一个字爆煲 就是 其实可不可以澄清一下 现在澳门的医疗系统 或者那个防疫那个系统 是不是出现了爆煲 好 麻烦 谢谢 现在有一些方案 包括在不同部门里面 是去调配这个人手 去增加一些更加紧急的服务 一个需求 就是例如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像我负责的流行病学调查的工作的部门 那现时我们是有从卫生局不同部门 调派的大约一百名的人士 是来到我的部门一起去 帮忙进行一个流行病学调查的工作的 那现时也都是得到其他的政府部门 也都是调派了一些民职的人员 来协助我们的工作 那我们所有的工作 其实都是有罪地进行的 在我们的预案里面 都是预视了这些情况 也是提前地为我们相应的工作人员 这个当然是非常之欢迎的 谢谢下一位 对面那边第二行那位记者 TVB那边的记者 都想追问一下 其实现在疫情的过程 是没有递减多的 是不是意味着 其实目前的政策不够到位呢 所以其实下一步的政策又是怎样呢 有没有预计什么时候 我们的疫情才会受控 还是其实现在呢 我们都是用着一个健步行步的 一个的情况 麻烦你 多谢记者朋友的提问 去到现在一刻来说 我们澳门的一个疫情的防控 其实我自己认为 其实都是相当之成功的 大家要看回不同地方的一个经验 通常在出现一个爆发的时候 往往三天他们的病人数量 是会倍增 每三天就会倍增 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澳门在现时 维持了这么多日 我们都是处于一个商业的一个水平 可以说我们的防控措施是有效的 但是究竟要通过一些什么的措施 可以令到我们可以加速 把我们的病毒可以阻断呢 这个是需要多项的措施 在一起去做才可以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 包括我们多次都跟大家说 我们必须要通过各种的一个手段 包括我们的抗原检测 我们的核酸检测去发现病人 通过我们的流行病害调查 去发现一些有风险的人去将它管控 不让它在社区继续活动 更加重要的就是市民的配合 包括就是减少我们的一个社区的活动 减少一些群聚的一个活动 也都要做好我们的个人的一个卫生 包括是做好我们的配戴好口罩 因为这个病毒的传染性真的很高 也都是要注意我们的一个商寿的清洁等等 这些也都是可以各项的工作综合起来 才是有助于我们疫情的一个防控的 那完成我们澳门整体的防疫工作 其实大家可以看回 我们都是按照我们大规模疫情的预案里面 是有罪地去进行的 无论是我们不同的隔离设施的 体用的方式 我们人手的一个调配等等 这个都是在我们预期预案里面 考虑到的因素里面 是按步骤班地进行的 下一位 这边这位记者 澳港斯记者 我想问回呢就是 因为都收到一些黄马的人士反映 他们其实那个抗原的检测包 其实都用得七七八八了 那他们又进不到去药房或者超市去购买 那其实当国会不会都有支援措施给他们呢 那如果是当国不打算进行下一轮的全民核检 那一些的抗原检测包 会以什么方式去派发给市民呢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是收到一些市民反映 那就是关于一些的 私楼的一些装修工人 那他们就说大厦方面呢 就不让一些的装修的人员去进入大厦范围的 那其实这个是不是都政府有指引是给他们是需要暂时暂停这些的装修工程呢 那还是其实可以 就是其实这些措施是各自的大厦去订定呢 那另外就是刚才都有提到一些入公共场所的一个指引 那没有具体去规范每一个场所 就是他们的措施是怎么样 那会不会其实是 就是会令到一些的市民 就是比较困惑 是我不知道我去这个场所是需不需要抗原 还是纯粹是用一个健康码就可以 就是怕是令到一些市民会出现一个混乱的情况 那我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麻烦 我回应一下记者朋友就是 关心我是不是 我没有听清楚是不是 红马区人士 用光马区的人士 用了一些抗原检测包 是不是 那这个呢 我先讲讲 我们现时是有一些 每次我们封控一些黄马区的时候 我们是会向一些人士 派发一些抗原的一个检测包 那如果它用完之后 那按道理 现在黄马都可以去到 我们 首先讲 我们派发的数量应该是足够的 正如我们澳门居民 那样 我们大家都手头上 应该还有好几个 应该还有三个 那都是够用的 那如果是不够用的话 其实现时不同的药房 都是相当之多 这些抗原的检测包的供应 那记者朋友刚才讲到这个问题 我们回去了解一下 是不是黄马区的人士 是不是那个购买 是不是有出现到一个困难 看看我们有什么办法 可以提到一个支援 那另外 就是 讲到就是一个 继续 防控措施 什么 装心 我答不了 另外 记得你说的那个措施 入场所的措施 是不是 那我们其实由始至终 我们卫生局 作为一个 就是传染病防控的一个部门 我们是制定一些防控的一个指引大原则 这个是过去我们一直是这样做 但是 有些不同特定的一个场所 刚才我都特定跟大家介绍了 我们的医疗机构是一个重点的场所来的 里面的人是必须要高度去作出一个保护 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面 是针对医疗机构提出一个额外的要求 就是所有进入医疗机构 我们卫生局下的医疗机构的人士 一定是要出示一个抗原的检查 那我们这部分 亦都是作出一个清晰的一个公告 令到所有市民应该都会知道 今天记者会时间差不多 我给多最后三位的提问 现在这边这位 医生是孙敬明 其实请问一下 因为听到梁医生刚刚说到 有个病人进了进行抢救 因为其实我也收到 有些人士反映 昨晚有个女病人 就是荒仓那边送了去山顶进行急救 那医生就跟家属 甚至跟家属说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因为我刚刚整个记者会都没有听到 关于这个病人的资讯 那可不可以当局解释 就是介绍一下 说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 是不是有这件事件 是不是有确诊者送了去急救呢 另外第二个问题 就是刚刚刚有问到 其实 那个措施 什么时候才会收紧或者放宽 因为很多人都在关注 其实现在疫情已经过了两个星期了 那当局 下一个星期 或者再下一个星期 又会用什么措施呢 其实 大家 市民也好 甚至我们媒体也好 其实都想关注一下 其实我们下个星期 那个措施又会是怎么样呢 需不需要做全民核检 需不需要堂食有什么时候开 然后政府部门有没有开 其实有没有一个 具体可以说一下 就是我们未来 那那几个星期是怎么行呢 谢谢 多谢记者朋友的一个提问 那你讲到我们那个A管那里 有市民是需要急救 即是有患者 还是一些检测的人士 需要急救这部分 我就暂时手上没有一个资料 那可能我真的要稍后 向我们相应的治疗的一个部门 去了解 再向大家报告这个内容 那另外你就是关心到我们的一个防疫 究竟整体的方向是怎么样 那其实这个方向是很明确的 我们的目的就是一定 希望是可以做到社会免清零 将我们社区上面的一个病毒 全部清除 避免着我们所有在社区生活的市民 减少他们感染病毒的风险 这个目标是很清晰 也是很明确的了 我们现时所有的防疫措施 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去进行的 那至于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告诉大家 下星期究竟要不要上班 要不要开门 那星期五来的 那我相信我们很快 会作出一个公布 因为疫情其实 对于我们来说 每一天都是一个不同的状况 我们都是要根据最新的一个疫情 去研判我们的一个措施 那这部分都是一个 需要一个动态的一个研判 那我们也都是 当我们有一些新的措施要发布 要举行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会用最快的速度 尽快向大家作出一个公布 下一位 对面那边 那是什么二个行的那位记者 大家好 论队媒体 都想再和梁医生问一下 现在是否特别急趁服务的运作是畅顺的呢 就是刚才你也说 其实那个感染的个案增加 那医护人员的保护和休息是否足够呢 就是可不可以都让 是的 市民了解究竟澳门那个那么重要的 或者究竟它是不是还是有足够的能力 应付现在的状况 麻烦你 还有我们的行家问题 就是有不少孕妇 他需要定期在卫生中心做一些的检测 那现在卫生中心停了 那他们那个 就是 常规的检察要怎样处理呢 因为如果他们要他们去医院的话 可能对他们的风险都 就是会增加他们的风险 可以说回这一方面是怎样处理的 其实之前都有 应付向媒体反应 其实当局 就是对一些准妈妈 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好些的措施 就是令到他们尽量少些风险 有没有 就是当局有没有考量过这一方面的人群 他们有些真的特别的需要 麻烦你 多谢记者朋友的提问 首先关心到我们 究竟特别急趁的一个 现时运作的情况 再跟大家说回 我们现时 特别急趁里面 相当之多的工作 已经是转移到 我们澳门蛋的A館那里进行的了 那基本上呢 我们现时特别急趁那里 主要是会接收一些家居里面 如果出现一些有传染病表现的 例如快高烧 而且它有一些明确的一些接触室的病人 会是送到我们特别急趁 我知道呢 现时我们特别急趁 其实那个病人数量呢 不是特别多 因为很多的一些阳性病例 或者一些抗原阳性病例 都是分流到我们的A館去处理 因为A館那里的空间是更加大的 刚才我都有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数据 在我们A館里面 其实现时的人数也不多 在我们的核酸结果等候区有10个人 在我们的确诊人士等候一个医学评估的地方 有19个人 主要比较多就是等候消防救护车 护车要送到我们的治疗酒店 人数都比较多 有90人 但是对于一个澳门蛋 这么大的一个管理来说 这里人数说对不算多 据我知道我们现在特别急趁人数不多 另外人手那部分 现时我们刚才都多次回复到记者朋友 我们工作人员里面 也是通过不同部门的一个调派 现时我们都是 对于我们的工作里面 都是有罪地进行的 至于记者朋友关心到人妇 我理解是说人妇 一般 就是普通市民的人妇 有没有什么支援 是不是 现时我们的卫生中心 就因为是一些非紧急的服务 是暂停了 但是据我知道 我们也是有行常这样 透过我们的医生 会是致电一些近期 需要有一个门诊的一些病人 他们都会透过电话 去作出一个诊治的 对于一些紧急的服务 假如我们的孕妇 如果是出现一些不息 我建议他们都是尽快 要去到我们人妇 最终合医院的 孕妇的急诊那里 进行一个诊治 因为孕妇如果出现不息 可能他要准备分娩等等 都是要尽快去医院 会好些 卫生中心应该都是没有办法 可以帮他做出一些 紧急的处理 我们同事给一支咪来 麻烦 但是喝糖水 那些是否一定要 卫生中心才可以 还是是怎么样 麻烦 因为你说做一些饮糖水 就是糖检测 我们的一个 孕成的糖尿病 这些这样的检测 这些对于我们来说 这些不是一些紧急的服务 当我们恢复一些服务的时候 我们会马上跟进一些 恒常的一些检测的一个安排 记者还有没有提问 最后一条 最后的那边 不好意思 其实都想去问一下 前线医护 那个情况 其实一直都说 其实纯粹是工作量大 不是爆煲 其实梁处长可不可以说少少数据 让居民都可以客观少少看 其实现在急症室那个使用率 和病床的使用率 其实是有多少呢 还有我们都收到一些读者反映 就说李秉伦 其实现在已经确认了23个人 那什么时候才可以做一个全面的环境消毒工作呢 还有之前都有公布到有三间大厦的环境样本是有弱性的 那其实现在红马区和黄马区都陆续续多了 那其实有没有一些新增的大厦 这些环境样本是平洋性的呢 暂时是这么多 谢谢 多谢记者朋友的一个提问 都是关心到我们前线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 具体因为我没有负责医院的部分 我们都可以提供一些数据给你 但是你可以想一下我们整个卫生局 我记得我们的员工好像有超过四千多人 当然这是分管了不同的我们医院的一个工作 我们卫生中心的工作 也都包括我们疾病预防控制 也都是一些后勤支援的工作 那这部分有四千多人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抗疫工作里面 我相信它作出一个调配 绝对不会出现刚才记者朋友说的一个爆煲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也都没收到这部分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我们都会加强和前线工作人员的一个沟通 那看看在哪方面可以提供一个支援的 那记者朋友关心到李鼎伦那里 那其实我们每一座会封控的大厦 我们当我们做完一个环境的采样之后 我们都是会透过市政署 会安排工作人员去到整座大厦那里 去进行一个清洁消毒的工作 那这个是所有封控的大厦都会进行的 那至于环境样本那里 我们也是每一座封控的大厦 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个环境样本的采样 那我身头上没有每一个大厦的结果 那我们或者整理了之后 明天再向大家作出一个公布 请问各位政府代表者没有补充 如果都没有的话 我宣布今天新闻发布会结束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